今日财经快报 商业地产风险更多银行评分被下调 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副主席Michael Barr表示 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商业地产贷款风险 并加大了对问题银行的监管评分下调 特朗普官司不断这次被罚款超过3.5亿美元 17日凌晨 周五 一名纽约法官周五命令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支付超过3.5亿美元的罚款 作为他在民事商业欺诈审判中裁决的一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五走高 17日凌晨 黄金价格周五上涨 但在火热的通胀数据冷却了美联储提前降息的前景后 金价录得连续第二周下跌 截止发稿 现货金价上涨0.52% 报每盎司2014 周五美国WTI原油收高1.5% 中东紧张局势推动油价上涨 17日凌晨 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高 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发酵 掩盖了美国顽固的通胀和今年的需求前景 暗淡等因素对油价的影响 尾盘 美股走低道指跌于100点 PPR数据印证通胀升温 17日凌晨 美股周五尾盘走低 道指下跌于100点 美国1月PPR指数显示 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工作尚未结束 使市场进一步下调了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 通胀重燃后多位美联储高官喊话 票位仍预计夏季降息 年内两三次降息为共识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表示 支持夏季开始降息 重申预计今年降息两次 但若数据支持也可更早降息并增加到三次 不过鉴于通胀持续时间可能超出预期 美联储副主席回应区域银行商业地产贷款危机 将重点关注已开始下调监管评级 美联储周四发布了其年度压力测试的指南 特别强调识别商业地产中的风险 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表示 对经济 旧金山联储行长Daley今年降息三次是合理的基线情景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Mary Daley表示 今年美联储降息三次是合理的基线预期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基线情景 Daley周五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说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赞成从夏季开始降息六年内不会超过三次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Rafael Bostic表示 他支持在今年夏天某个时候开始降息 不过若有更多良好的通胀数据支持 早一些降息也有可能 押注美联储激进降息的债券交易员希望破灭转而期待靠锁定收益率获利 新年开始不到两个月 债券投资者已再度因错误押注美联储的利率决策而受挫 因此他们正学着关注低迷市场的上行空间 赶在利息支付开始持续收缩前锁定相对可观的利息支付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加息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 最新数据显示的持续通胀压力表明 美联储的下一步政策行动有可能是加息 而不是降息 五盘 美股涨跌不移市场关注通胀数据与降息前景 17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涨跌不移 市场继续关注美国通胀状况与美联储的降息前景 美国1月PPI指数显示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工作尚未结束 欧股收盘全线上涨 英国负识100指数涨1.5% 欧股收盘全线上涨 德国DEX指数涨0.42% 法国KX40指数涨0.32% 英国负识100指数涨1.5% 欧股集体收涨 英国负识100指数收涨1.5% 德国DEX30指数收涨0.42% 报17117.56点 英国负识100指数收涨1.53% 报7713.97点 法国KX40指数收涨0.32% 报7768.18点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0.46% 报4765 超微电脑CAO 如果芯片供应能够得到保障 公司将出货更多服务器产品 超微电脑CAO 如果芯片供应能够得到保障 公司将出货更多服务器产品 假如芯片供给跟得上 将能够实现250亿美元营收 公司将继续获得新的市场份额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与两年最高对经济和通胀前景更乐观 随着人们对经济和通胀前景变得更加乐观 美国二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升高 二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小幅上升0.6至79.6 美联储巴尔监管机构正关注商业房地产风险 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表示 美国监管机构正密切关注商业房地产贷款的风险 并在银行面临新的财务压力之际 加大了对银行监管评级的下调力度 受美股上涨推动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或将加速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联储的主要通胀指标是将受到去年底美国股市上涨的推动 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生产者价格的月度报告显示 一月份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咨询的价格上涨5% 美股走高或推高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联储的主要通胀指标将受到去年末美国股市上涨的提振 美国劳工统计局月度生产者价格报告显示 一月份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咨询的价格上涨了5% 澳多比跌超4%OpenAI发布生成模型SORA 格隆会2月16日澳多比跌超4%报565.155美元 OpenAI周四发布了首个生成模型SORA 并展示了几段效果炸裂的演示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随着美国人对经济和通胀前景更加乐观 二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改善 美国二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微升0.6点至79.6 为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前高盛分析师因内幕交易被判监禁22个月 获利所得约14万英镑 一位前高盛集团分析师因犯有内幕交易和欺诈罪被伦敦法官判处22个月监禁 曾供职于高盛冲突解决小组的Mohammed Sin被裁定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间进行内幕交易 1月PPI数据显示通胀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涨 16日晚美股周五早盘 在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1月份生产者价格高于预期后 美国政府债券遭到大幅抛售 截止发稿 两年期国债上涨11.3个基点 升至4.678% 早盘美股走低科技股领跌PPI数据印证通胀升温 16日晚美股周五早盘走低科技股跌幅领先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涨 美国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 创2023年8月以来最大涨幅 美联储巴尔金 CPI报告说明了为何美联储应等待更多数据在降息 李世满联储行长Thomas Barkin表示 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强于预期的通胀数据 凸显出为何决策者希望在降息前看到更多数据 年度经常性收入增长连续第四个季度下滑 Dropbox跌超17% 智通财经获悉周五 Dropbox DBXUS股价下跌 截至发稿 该股跌超17% 报26.82美元 该公司年度经常性收入增长连续第四个季度下滑 耐克跌近4% 耐克计划裁员约2% 以削减成本 格隆会2月16日耐克跌近4% 报102.005美元 耐克计划裁员约2% 即1600多个工作岗位 以削减成本 根据该公司的一份内部员工备忘录 此次裁员将于周五开始 应用材料涨超7% 股价创历史新高 Q1业绩 Q2指引均超预期 应用材料涨超7% 报201.6美元 创历史新高 应用材料昨日盘后发布业绩 第一财季营收67.1亿美元 超预期的64.8亿美元 调整后每股盈于2.13美元 超预期的1 欧洲央行职委Shnobo 货币政策需维持限制性警惕过早降息 欧洲央行职委成员 伊莎贝尔·施纳贝尔 Isabel Schnabel 警告称 不要因为担心通胀反弹而过早降息 Schnobo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发表讲话时表示